感觉郑里和李文贝又回到了第一局开局的那种状态啊 两个人也不是很着急 处理的都比较稳定 不一定说落点非常好 但是至少先保证自己不失误 这段时间16比14反差两分了 这个是因为自己在杀球之后自己的衔接出现问题的吗 主要其实第一拍他发完以后防的这拍其实摆脱的很好 但是他没想到可能假一番这个球回的稍微又有些往后 他人的位置站在比较靠前所以就不太好发力 啊 啊 啊 好车 现断了吧 陈京城 虎背 好穷 又防起来了 再挑起来 李文贝在后场 这个朵花 朵花真能顶得住 对 双方体能消耗很大 十七比十五 十六比十七 我出了底线 十八 十六 现在反而是郑宇和李文贝稳定下来 对 前面十几分换过来以后 可能变得更耐心一点 自己的主动失误也没有前面那么多了 这段时间可以看到李文贝和郑宇很少有无畏的失误 自己也在有意识的控一控节奏 每个回合之间 控制好节奏 正与发球 两个人刚才这个球稍微有一点配合上的问题 李文贝想要让郑宇去接这个球 但是郑宇犹豫了一下 导致回球质量不高 对对对对方再打一分 十七比十九 陈青城发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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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十八比十九 李文贝和郑宇有意识的再调整一下 稳定下来 陈青城发球 陈青城发球 哎呀 贾亦凡的失误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场点 把每个回合之间的这个时间拉的长一点 希望给对方连续挑分的这个机会 拿到了场点 李文贝发球 郑宇杀中路 再来 跳起来 李文贝在后场 连续的进攻 杀中路 好 好 这样郑宇和李文贝 二十一比十八拿下了决胜局 这场球打得很不容易 从第一局比赛 开局非常好 拿下来之后 第二局好像两个人 换了一个人一样 状态非常的不好 被陈青城和贾亦凡给 扳平一比一 而且决胜局呢 开局打的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但是最终还是二十一比十八拿下来了 我们再请张胆指导 来 有点 谢谢 谢谢